一开始主语是竞争,后面是修饰竞争的一个定语。 卫语呢,是cost,卫语是farmers,之后是一个兵补, 说让他们呢,转向了这个畜牧业。 但是这样一个并列人词,说before that, it它是一个这个粮食生产的。 那在这里呢,很明显这个that和it都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这个指代对象的, 因为前面不能说哪一个名词,然后它是粮食生产。 所以说A选项呢,可以直接排除。 在2B选项当中呢,一开始这个核心词相当于是这个state, 所以说这里呢,它是一个同位语,要同位身后的名词。 那么发现主句的这一个主语呢,是竞争, 那state去同位竞争这个语义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2B可以直接排除。 在3C选项当中呢,主语是farmers, 卫语呢,是被造成,然后是兵补, 然后后面这个by competition是一个逻辑上的主语与法上的兵语。 but的称号呢,依旧是before that, 它是这个state。 这里来看呢,这个it可以勉强去指这个宾夕法尼亚, 说它是这个粮食生产州, 但是这个not呢,依旧没有一个可以合理指代的对象, 所以说C选项呢,也可以排除。 在4D选项当中呢, 一开始也是说它是粮食生产的。 那如果说宾夕法尼亚是一个粮食生产的州, 还勉强能接受, 但是我们不能说宾夕法尼亚是粮食生产吧, 所以说4D呢,也可以排除。 在5E选项当中呢, 主语是宾夕法尼亚, 位语呢,是wars, 不语是state。 but的身后呢, 拿着心里一个句子, 他说但是呢, 这个竞争, 它们呢,造成这个farmers转向了这个序幕页, 所以说一选项呢, 看完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答案就是5E选项。